你只看见了输赢,却没看见背后的这个女人,世界杯最大的魅力就在于,遗憾和圆满总是共存的,这边年轻的法国复制了1998年的传奇,为高卢雄姬的头饼再添一星,那边成熟的克罗地亚在创造历史的同时,也拜倒在了更高的荣耀下,就当大家都被法国的欢笑,克罗地亚的眼泪刷屏的时候,我却只在意到了看台上, 同法国总统轻轻拥抱的女人,穿着克罗地亚球衣的她,在为法国球员颁奖时,没有沮丧没有哭泣,只是为这些法国小伙子们,送去了赞赏的微笑,以及鼓励的拥抱,这个灿若骄扬,优雅明艳,大气从容的女人,可不是普通的球迷,她是克罗地亚第一位女总统,克林达·格拉巴尔基塔罗雷奇, 1968年,克林达在克罗地亚乡下的一个图护家出生,同年时,她的日常就是每天挤挤牛奶羊奶,修修草坪,帮劳累的父母分担一些农活,虽然没有生在富贵之家,但好在父母恩爱,家庭和睦,生活自由自在,忙碌而充实,这样的教育理念以及生活环境, 让克林达拥有了积极乐观的心态,时常把灿烂的笑容挂在嘴边,克林达从小就是个学霸,她在高中时曾以交换生的身份,被送到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寄宿制学校读书, 在美国读书的这几年,克林达逐渐与那个稚嫩懵懂得自己告别,变得更加亮丽自信,她有了新的人生目标,她要爬上更高的山,看更宽更广的天空,她要步入政坛,为国奔波,这不是少女的美梦,更不是吃人的妄语, 克林达规划好了未来,并把接下来的每一步,都走得稳稳当当,她在克罗地亚的大学拿到英语和西班牙语双学位之后,又转投政治学,拿到了硕士学位,之后还去到维也纳外交学院进修,毕业后,克林达在华盛顿大学等名校,做过访问学者, 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当过研究员,还做过克罗地亚外交部长,克罗地亚驻美国大使,以及北约秘书长,每尝试一份新工作,就累积一点新经验,这些新经验就如同羽毛,为克林达的腾飞提供了助力,除了不断的尝试新工作外,克林达也从未停止过学习,精通克罗地亚语,英语,西班牙语,葡萄牙语, 同时还懂得德语,法语,意大利语的他在欧洲政坛里,绝对称得上实想全能,多年的工作经验,不可替代的技能,再加上开朗自信的性格,使得克林达的事业一路扶摇直上,2015年,他当选为克罗地亚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,同时也是克罗地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统, 从几养奶的乡村小女孩,到岸人敬仰的女神总统,一直遵从内心的克林达用不平凡的毅力和坚持,改写了自己本该平凡的人生,谁说女不如男,他为国家吸奔无数克罗地亚是个议会制国家,实权属于总理,总统只在外交和安全方面具备一定权力, 所以很多人都说,总统只是个象征性的职位,更何况克林达还是个女总统,更不会有什么作为了,对于此,克林达没有回应太多,她选择用行动来反驳这一观点, 自2015年就职以来,克林达已经以正式访问,国事访问和工作访问等形式,访问了36个国家,创下克罗地亚总统出访次数的新历史, 在访问时,克林达十分注重自己的义态,不同的场合她会搭配不同的服装,气质绝佳的她,就算跟德国的妈妈默克尔走在一起也毫不逊色, 在交流时,克林达总能发挥自己的所长,用该国的语言流畅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,在面对突发情况时,克林达也不曾慌张失态, 她始终挂着自信的笑容,沉着应对一切,有次,克林达出访人权组织,在最后合影的环节时,尴尬的一幕发生了, 由于裤带没有系好,人权组织领导的裤子突然滑落,露出了北大的裤衩,面对这样的状况,克林达没有说话,更没有像后排人那样偷笑, 她保持着原来的神态,微笑着等待对方提好裤子,尽显国家领导人的大气从容,随着除绑此数的增多,走到哪里都圈粉无数的克林达,成功让世界记住了克罗地亚, 与此同时,她也成功地让克罗地亚人民认可了这个自信杠练淡定从容的自己, 最接地气的总统最大牌的拉拉队工作中的克林达,是个图售之国的女强人,但私底下的她却是个接地气爱族, 求得绝是辣妈,克罗地亚这个国家被靠亚欧大陆,西林地中海,与意大利隔海相望,坐拥超过一千座岛屿, 所以这里的人,每天都过着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的生活,克林达自然也是一样,没事的时候就找个海滩, 喝喝咖啡玩玩水,穿西装是女王,穿泳装是辣妹,已经50岁的克林达,皮肤和身材完全不输给任何年轻小花, 是真正的有颜又才华的完美女神,除了热衷于看海玩水,克林达还是个十足的球迷, 在俄罗斯世界杯期间,克林达自动扣除了自己的工资,同球迷一起坐经济舱去给球队加油, 在飞机上与球迷亲密的合影,落地后每逢俄罗斯的标志建筑,都要掏出手机, 一顿猛拍,抛开总统头衔的克林达,活像个接地气的小游客, 八分之一决赛时,克林达跟普通球迷一样,在看台上看完了整场比赛,有球迷要求合影, 她也全部应允,连美颜都没开,普什亲和的像个邻居家的大姐姐,四分之一决赛, 克罗比亚遇上了实力强劲的东道主俄罗斯,因为俄罗斯总理梅德维杰夫来到了现场, 不想失了礼节的克林达,便从普通看台转移到VIP看台,同梅德维杰夫和足协主席,一起观看了比赛, 两位领导人见面时,人们发现,与西装比挺的梅德维杰夫不同, 克林达竟然把西装外套和克罗比亚队服混搭在了一起,这样做既能体现出, 她对国家队的支持和热爱,还不会失掉作为国家领导人的礼节, 不得不说克林达的情伤真的太高了,克罗比亚进第一个球的时候, 克里达同梅德维杰夫握了握手,尽显领导人的礼貌和大气, 然而当克罗比亚在加实赛第二次洞穿俄罗斯的大门时, 心随球队而动了克林达,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激动,直接从椅子上跳了起来, 为球队振臂高呼,这样一位极具少女心的女神总统, 不但让现场摄像未知倾倒,就连后排的官员都不禁掏出手机, 记录下这可爱的一幕,比赛刚结束, 克林达便像个激动的小迷妹,没等保安赶来, 直接冲进了球员更衣室,不在意地上那堆乱糟糟的球衣球鞋, 也不顾球员满身汗臭, 克林达大方的为这些为国争光的男儿们送上拥抱, 可不是官方的那种拥抱,晃动的身体,紧贴的脸颊,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, 克林达传递出来的温暖和力量, 有了最大牌的拉拉队助阵, 克罗地亚的这群老少年们更加拼命, 他们在决赛上,积极地跑动,默契地配合, 一度占据上风, 虽然最后他们没能创造奇迹, 没能用一个大力神杯, 来回馈克林达的陪伴, 以及克罗地亚人民的支持, 但是今夜, 已经不算年轻且经历过三场加实赛的他们, 虽败犹荣, 无论是克罗地亚国家队, 还是总统克林达, 都带给我们了太多惊喜, 他让我们看到, 纵然曾是放羊女, 也能成为总统, 他们让我们知道, 即使是人口仅420万的小国, 也能角逐大力神杯, 克林达为最佳球员克罗地亚队队长莫德里奇颁奖, 平凡之中蕴藏着力量, 坚持到底就能收获希望, 这届世界杯因克罗地亚而更加精彩, 克罗地亚因克林达而更加意义深辉, 今天让我们在为法国夺冠而欢呼时, 也把掌声送给永不言败的克罗地亚, 钱奏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